你們在看我這過來的心情 你們會心疼我嗎 對啊 那就是啦 我們這樣講話好了 這個其實 這講話OK吧 這樣可以嗎 因為前幾年 我在入圍金鐘獎 我都會打電話跟他們 他也在鼓勵我 那有一年我就跟他講說 未來我們希望一起走 金鐘獎的星光大道 他那天大概 我聽別人講他已經哭一晚上了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 那一天會這麼感性的報告 我就想大概應該時候到 我自己沒有察覺了 所以我就盡量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因為我自己做四個節目也夠多了 所以為了這個節目來講 我也很全心全意在 希望能鋪出一條更好的路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說主持期間 生下來這期間 我也沒罵過他 對啊 我沒罵過他 甚至於那個 好 我這麼乖巧可愛 其實新聞都有看啊 比如說沒日的疫情啊 然後娛樂新聞都有看 但是我覺得新聞看就是看 那就像剛剛瓜哥講的 我覺得我們自己生活當中已經有太多事情在 going on 那我覺得 畢竟我們都不是這樣子 所以也不方便去講任何的一句 我們外人講 不管你講什麼話都是閒話 所以我覺得盡量就是不要去這樣 應該這麼說啦 因為我們都是演藝人員嘛 那我在這個演藝圈 演藝圈這麼多年了 我啦 我女兒啦 多少都一些新聞 不管是正面負面啊 那別人討論我們 我們也就接受了 但是你叫我們去討論別人 事實上我們不會這樣做 但你要給他什麼意見呢 由羅媽媽給意見就可以了 我們只能給他們祝福 其他的我們沒有什麼意見 你們在看我這過來的心情你們會心疼我嗎 那就是啦 就是希望Emma以後能夠盡量不要談戀愛 不是啦 羅媽媽給他建議啊 我們幹嘛給他什麼建議 我們光榮自己就好了 對啊 看手機喔 其實我們有時候 就是在這個新聞之前啦 這個其實是很常就被廣泛拿出來討論的事情 其實男生有時候也會看女生手機 對 我不會看 因為我看不到 自己是不會去看這個東西啦 因為我覺得看這個東西很無聊 但相對你也不會希望 另外一半來看你的手機啊 倒不是說裡面一定會有什麼東西 那只是一個尊重的問題啦 我自己個人的意見 對 對 我自己個人的意見 對 Prinzip 完了耶 吉吉 Yeah 性感的 哇 哇 哇 我真的死我了 好了不要生氣啦 就是看他的心idad 哈哈 你是會聊天的耶 哈哈哈 哈哈哈 Done